一鸣二运三风水 不一定爱你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财运横通 有些人转眼一夜暴富 有些人即使努力一辈子 也只混个温饱 这就是所谓的造化弄人 影响财运的方面有很多 比如接触的人和事 周边的环境等 需要了解清楚 很多朋友对于风水非常感兴趣 其实在风水上也有很多的禁忌 比如大门口的禁忌 一门口的风水禁忌 凡门口有雾角充设 像你的住宅有电杆 高塔或者高大建筑物充返 压制你的住宅 时间长了 主人一定会出现严重的伤病 甚至死亡 门口前面有高大建物阻挡 主事业前程受阻 宅运也会逐渐败退 凡前方有物体 如探头对着你的住宅 家里迟早要遭来盗贼之类 就是家门前的路 讲究也很多 如果屋前有路或水温碗 环抱着你的家 代表家宅吉祥平顺 家人和睦有情 门口若有水或路反攻败对家宅 代表家人不和 儿女不思规 前方有邪路或邪水 子女也不思家 凡是门口有路来 到近前又反跳而去 轻者子孙不闲孝 重者损钉破家 如果前面有路直冲你的房屋 特别是直冲你的大门 也是凶想 住久了 主人将病痛不断 散尽家财 家门口有路成八字形的 或者有路直来 然后又出现分叉 名曰先军武秀 主家里翻桃花 淫乱 败家 门前方有钉字路 代表败财和官非 住宅前面不能太杂乱 如果杂乱不清 主人会犯小人 心情烦乱 屋前有小事对也不及 家人亦得呼吸道疾病 前有大石挡路 家里妇女亦得心脏病 家门前面不能对着妙语神殿 这样家人一生诡异之病 神经溢出毛病 家门前独屋一间 亦导致家里女人守寡 风水中 大门是整个住宅最为重要的那气之口 是财气极其进入之地 关乎着整个住宅的财运 所以不能随便乱摆放东西 否则大凶破财 二 家门口放什么能望财望运 挂红色福字 红色自古以来代表的就是喜庆 开门见红就相当于开门见喜 以选用喜庆吉祥的颜色 把好家里的第一关 开门见喜可以让人精神振奋 还有福气英文的好彩头 最常见的装饰品 有福字和简直等 不仅寓意好 还有招财的功效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会将福字贴在门的外面 而且很多家庭都会导着贴 这样就可以寓意着道福 其实大部分家庭都会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这样粘贴福字 增加一些过节的气氛 这些说法并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只是图一个吉利 而且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 但是我们在粘贴福字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正确的位置 因为大部分家庭都安装了防导门 那么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将福字贴在猫眼上 挂五地钱 想在门口上挂一些旺财的东西 那么自然就是说免不了五地钱的 由于这类风水物品 自身有十分多的兴盛之气 因而 假如把气挂上去自身家里的大门口上面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 为自己家产生兴盛的气质 大自然也就能够为自己家里招财转运了 五地钱还可以戴在身上 佩戴在身上的话 对于主人的财运会有一定帮助 能够强化主人的财运 五地钱是止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五个清朝年代流通的铜钱 乃清朝最兴盛的五个皇帝 五地钱得天 地 人三财之气 加上五地之地微 故能镇宅 化煞 并兼具旺财功能 还能强化主人自信 化解六神无主之缺陷 五地钱便是借由法器正气 营造出自然宁静的精神情境 循序渐进 导人反归自然心性 一样精神 拥抱清新活泼 在流年运中 防凶化吉 五地钱是力量非常大的吉祥化煞武 我们可以借取其君王之气的五种铜帝 配合大红色的中国节 予以助长 并且需经过净化 焚香 蓄气 日月星之静气转化 时有力量 我们可把五地钱悬挂门上 或安置于门槛下 以期趋极化煞 风水学的制煞吉祥物中 五地钱确实相当好用 一则它力量够大 二则它美观 三则它经济实惠 不管对风水的任何冲煞 催彩 平安方面 都有非常好的避凶趋极效果 所以我们建议 宅中可尽量多用五地钱做装饰 尤其对财卫的催彩 客厅 门上的装饰 办公室 汽车内的装饰等 都有相当不错的风水灵力 麒麟 皮修 铜葫芦 此类的吉祥物 古时候的人们就会在自家门口 摆放一堆大食师 或者是其他的神兽 他们相信这对家人的财运 有着很极力的帮助 而现今 由于空间格局的限制 我们可以改为摆放一些小的麒麟 皮修 铜葫芦 这对风水有着很大的帮助 皮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传统的凶猛的瑞瘦 寓意丰富 传说皮修除了开运 辟邪的功效之外 还有镇宅 化太岁 醋因缘等作用 而现在很多人都将皮修作为招财奈宝 辟邪转运的吉祥瑞瘦 所以 常有生意人佩戴皮修首饰 或者是在办公室摆放皮修摆设 以求生意兴隆 升官发财 传说中麒麟与龟 凤 龙 并称四麟 虽没有龙凤那么出名 但是也是能够避除不祥的瑞瘦 而麒麟和皮修不同的是更加温和 而且皮修宋才 但麒麟是宋子 民间一直有麒麟宋子的传说 因此 修子的家庭常在家中供奉麒麟 他比较少作为配饰出现 皮修和麒麟两者各有不同 而且主要的寓意也不同 因此不能够片面的说哪个比较好 哪个比较差 而且皮修性凶猛 一般用于事业 麒麟性温和是镇宅求子的上选 如果是想要招财尽宝 那么皮修肯定会比麒麟好 因为皮修本身就是以四方财物为实 止尽不出 而麒麟主要象征吉祥如意 主太平和长寿 因此麒麟具有祈福和安忧的意思 虽然两者主张的寓意不同 适用的场景也略有区别 但是在佩戴皮修和摆放麒麟时都要注意 家中可以同时摆放皮修和麒麟 但是摆放的时候要将皮修的头朝窗或者朝门 至于麒麟的摆放不用太过在意 每个人对于风水方面的事情都是很在乎的 不同风水对于人们运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因此不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注意风水问题 三 那么门口都不能摆些什么东西呢 一 不能放尖锐物品 所谓的进门不见尖锐物品 也就是在开门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见到例如茧子 刀或者其他的锋利的物品 因为在风水学中 这些利刃和尖锐的物品有煞 悬挂在进门处会形成一股煞气 这样就是犯了风水尖脚煞 在风水学中 尖脚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行煞之一 也是危害较大的煞 尖脚煞不仅影响宅运 对家人的事业运 财运 婚姻等各种运势影响巨大 对主人各方面的运势都非常不好 尤其是家人的身体健康 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甚至有可能会发生灾祸 而且在风水学中 尖脚五星熟火 如果住宅放在尖脚煞 则容易导致家人脾气暴躁 口舌是非不断 长次以往导致家人感情失和 很多人家里都是木门 很容易在门口钉钉子挂绳子 放置物品 木门是一家的财运根源 木生水 水生金 没上钉钉子 相当于泄财运 所以应当使用无痕挂钩 代替效果会好些 二 门口不能放镜子 在风水学中 镜子不宜摆放在对着门的地方 因为在风水学中镜子有着反射之功 会反射煞气和集气 通常来说镜子适用于划煞 在风水学中 大门是整个住宅最为重要的那气之口 使财气集气进入之地 关乎着整个住宅的财运 但是在风水学中 镜子有着反射之功 镜子反射不会只反射煞气 财气也会被反射出去 所以如果大门对着镜子 则会导致财气还未进来 就会被反射出去 这会影响住户的事业发展 和财富运势 不利于住宅风水财运 而且大门对着镜子风水 导致阴阳失衡 特别是住在高层楼房的低层用户 周围树木遮窗 家里平时很少能照进太阳 本来阴气旧重 如果大门在对着镜子 而镜子在风水学中又属阴 则非常容易导致住宅阴阳失衡 令家中人员得暗病 怪病 如果对面邻居门楣上放着镜子 正好反射自家房屋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 极易导致自家运势跌落 或是财运一蹶不振 自家门口被镜子照射 表明照射方将污秽之气 统统赶往自己家中 对风水极其不利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